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亲善了不可得 何况有怨 亲 注意 亲善了不可得 何况有怨 这一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看得懂 注意 要同时看 怨跟亲 它是同时的 对立的 很强烈的 主位 在这个良黄宝灿里面 无亲则无怨 主位 你们这样夫妻 结为夫妻 是不是自亲 对 因为枕边人 那为什么搞到祸 有的人 当然不是每个人 有的搞到上法院 有的搞到离婚 有的搞到请黑道的人 干掉他的老公或者是杀掉他老婆 为什么 因为有亲就有怨 有怨就有亲 所以怨由亲来的 这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待人处事朋友之间 刚刚好就好 不要太接近 也不要太远离 我告诉你 两个朋友 这样一直谈天 谈白天晚上也谈 有一天就会冲突 无亲则无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看那个公车 公车就是保持距离 后面那四个字叫做什么 以策安全 这个是要活很久的人才体会得出来 广亲老尔想讲 没好也没坏 突突突地好 安安的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哲学 除非你被朋友烧烫过 背叛过 否则你体会不出来 我深深的体会 做法师也是一样哦 这个做法师 你看这个大护法 这样 就是不能太接近 刚刚好就好 这是我活了 入佛门四十年深深的体会 一个法师 你要让信徒 这样永远地 护持你支持你 这个法师一定要跟信徒 保持一个尊重 跟距离 阿佛阿拉伯也做清唱 你以为今天大喊护持你 但是因为你本身 不是一个圣人 你一定在身口意里面 有某一些的缺陷 虽然他很正性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有 法师的一个尊严 因此出家中 跟在家居士 这个就是不要太亲 就不会有怨 这个很重要 这是出家 四十年来 也深深的体会到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 一些出家 跟在家居士 本来是很护士的 到最后 为什么 好像闹僵了 或者变成仇恨了 或者是法师 讨厌这个基士 或者这个基士 讨厌法师 都是因为 没有保持一个尊重 跟距离 出家人 想要走长远的路 就必须要这样坚持 就必须要走长远的路